下面要介绍的是 有关于flatsum这个版型的挑选 这边会提供连结 把它贴到浏览器之后 就会看到这个页面 从这个页面直接往下看 比如说你的需求是购物网站或者官网 像我之前有的客户已经用过了 就是这一个corporate 就是一般企业在用的版型 那么点开来看 那它大概就是长这样子 这是一个大的底图 然后这边有个区块有个按钮 那如果说挑选这样的版型 其实购物车的功能不需要的话 也可以暂时隐藏起来 隐藏起来之后 这些有价格 还有些商品的东西就会隐藏起来 等未来有需要再打开就好了 所以说并不是说 官网就不能使用购物车的版型 那其他的 它这边有很多页面都有它的 各种不同的呈现方式 比如说像我们将首页点一下 就很多 那如果说这边看完之后 还有些不懂的 请找我们公司来下询 那这边有购物车的不同 如果是购物车网站 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那如果是部落格 部落格的页面是长这样 它里面有不同的元素可以挑选 就是我们在页面上 或者 各种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商品页面 或部落格页面 都可以有这么多元素可以挑选 所以这个都不会是问题 后续本公司也会协助你把官网 或者说你的购物网站 把它建立到好 所以重点就是先来到这个页面 然后挑选您要的版型 大概是数于哪一种 然后进到某一个购物网站之后 再去细看 它的各个不同页面的呈现方式 后面要做的工作 其实就是把图片换掉 把字改一改 做一些简单的变化 就可以上线了 那如果说这样看 还有不懂的地方 欢迎洽询本公司的客服人员 FlatSum版型 介绍就到这边 我听说不懂的 感谢观看